有鉴于最近暴力事件频传 门路医院和花莲警方吸手合作 举办了一场反医疗暴力的演练 同仁们逼真上演还原最真实的冲突现场 希望透过双边合作提升事件发生时的应对能力 要守护医疗安全秩序 司控男子遭警方团团包围 职员警力一到场 男子趁戏想逃 反遭警方压制在地 有鉴于近期暴力事件频传 花莲门诺医院和花莲警方局特别吸手合作 共同举办一场反医疗暴力演练 同仁们逼真上演还原最真实的冲突现场 我没办法冷静 照顾病人 然后总是有情绪 病人也是有情绪 我们在医院评件里面也要求 医院要确保这个环境的安全 其中就包含防暴的部分 我们医院都会制定这些管理措施 包括辨识我们的高风险区域 比如说急诊 我们目前高风险区域有17处 就是在病人的暴力上面有17处 那我们会每年针对这些地方做演练 共同执行反医疗暴力演练 目的在训练警察同仁及院方医疗人员 对于突发状况的处置作为 未来也将持续加强针对反医疗暴力 及同仁处理暴力事件的突发训练 以求在面对任何突发状况下 都能在合乎比例原则的范围内 保护民众及同仁自身的安全 透过实际操作和模拟情境 让参与的医疗人员及相关单位 都能了解如何在高压环境下 保护自己和病患的安全 同时确保医疗服务的正常运作 华联分局长陈文斌表示 作为执法机关就有责任保护医疗院所的人员 与院区的秩序安全 期盼共同联手创造安全的医疗环境 记者徐立琴华联市报导 以上で終わります